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王者荣耀中貂蝉目前有两款传说皮肤 分别是猫影幻舞和种下叶 那么这两款传说皮肤哪款比较值得入手呢?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走路动作 其实都一样的 不过猫影幻舞的造型感觉会更亮眼一些 还有就是要吐槽一下 怎么说也是传说皮肤 怎么就不能来点个性的走路动作呢? 接着来看他们的待机动作 两款皮肤都各有特色 以技能特效对比 种下叶像是丢一个球形物体 而猫影幻舞丢的是一个猫面具 也都是各有特色 说不上谁好谁坏 二技能特效对比 猫影幻舞丢出的是类似五角星的舞台 而种下叶则还是球形物体 被动敌方英雄头上标记的形状也不一样 种下叶是让对方头像有蝴蝶的标记 猫影幻舞则是一个六角形的标记 回程特效对比 猫影幻舞是和猫神一起 种下叶则是荡鞦韆 三技能特效对比 猫影幻舞绝对比种下叶好看 毕竟猫影幻舞是新皮肤 种下叶已经是好几年前的皮肤了 不过官方表示种下叶后续会优化 优化之后的效果如何就只能期待了 目前来看猫影幻舞还是稍微比种下叶好一些 最后来看一些他们做的个性动作 那么小伙伴 这两款皮肤 你们更喜欢哪款呢 好看盖着 你 优优优独播放 我本来看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